第1271章 翻脸成仇 果然 众人都看见了那一道人影 犹如迷雾之中的怪物一般 那该不会真的是一头鬼吧 这个时候叶芷兰不由的说道 就算是鬼又如何 我等武者修炼至尊天地 什么鬼神都不算什么 燕飞扬却是不在意的说道 如果真有鬼神敢出现 那也是死路一条 而这一道人影却不是唯一的一道 很快 整条河面上 也开始渐渐出现了许许多多其他的鬼影 这些鬼影身上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直冲天际而起 就算是罪弱的 恐怕也不下于法相境九重天 从那些鬼影身上暴露出实力开始 众人明显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因为就算暴露出了实力的鬼影再强大 那起码也是众人可以揣夺的东西了 已知的东西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那种未知的恐惧感 绝对能够将整个人都给吞没掉 而这些鬼影也都很快在河面上飞掠了起来 如履平地 虽然这些鬼影没有办法飞行 但是能够在这条血水河之中奔行 就已经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了 他们快要上船了 大家小心 这个时候 众人如何还不明白这些鬼影 就是冲着船来的 这密密麻麻一眼看过去 居然有数百条的虚影之多 几乎人数已经和他们持平了 但是重点是 这些鬼影最弱的也都是法相境九重天 而这些舞者之中 最弱的却只是法相境七重天 而且还是来自于各个族群 各个势力 根本不可能经常合作 所有人都不是傻子 很快就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顿时脸色一下子刷得白了 难道他们今天要在这里全军覆没了吗 甚至还有一些心里比较阴暗的人 已经想到了 可能 有可能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这一条宝船 就是为了将他们全部一船一船的载了 去送死的 所有人小心 夜千千淡然的脸色上越发的冰冷 大话王 没事 等一下 我保护你 夜千千淡明明自己也很害怕了 但是却注意到了 旁边只有法相境六重天的夜西文 做出一副女侠的样子 在这一群法相境九重天的高手之中 只有在夜西文的身上 他才能找回一些自信 不过也没有什么恶意 像是孩子一般的心理 夜西文这个时候 真有些哭笑不得 原本都有些紧张的众人 听到了这个话之后 都不由的笑了出来 缓解了一些紧张的情绪 砰 一声重重的落地的声音 却见一头鬼影来到船下 然后直接一跃而上 在星光下 那一道黑影直接落到了船上 发出了一声重重的落地的声音 一个法相境七重天的舞者猝不及防 被这一头鬼影一爪子抓爆了脑袋 全部的脑袋都被这一头鬼影 给吸收了个一干二净 直接献出了原形 是一头妖兽 原来这是一尊妖族的高手 这个时候被直接抓死 也无法维持人形 直接献出了原形 这场面异常的血腥和残酷 饶是众人都见多了 这种血腥的场面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也不免有一种吐死狐悲的感觉 不过不等他们多想 这个时候其他的鬼影 也都一下子跳跃了上来 数百条鬼影 一下子涌上了整条宝船之中 虽然宝船的空间非常大 但是原本就有数百人 再加上这数百条鬼影 一下子就变得异常拥挤了 装神弄鬼 这个时候 一尊身材壮硕的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直接出手 一杆长枪直接将一头扑杀过来的鬼影 直接钉死在地上 看着这一条鬼影在地上惨叫不已 他脸上露出了几分快意的笑容 怎么 不是鬼吗 鬼也会怕痛 哈哈哈哈 这一条鬼影很快就被他枪上强横的真元 给生生弄死 身上那一层迷雾散去 只露出了真身 原来是一种古怪的人形生物 浑身光滑漆黑 脸上瘦的皮包骨头 它们的嘴异常的大 其中长满力尺 双眼通红 看着就是一种不知名的鬼怪 见这个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将这一条鬼影弄死 众人顿时心情大震 这些鬼影不管是什么来历 但是总还是能够弄得死的 能够弄得死的 对于他们来说 也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想到这里 众人士气一下子大震 而在这个时候 也有十几条鬼影 朝着叶西文一行人的方向 扑杀而来 是 叶千千一声娇喝 直接长剑滑落出 无数的光滑 照亮了整片夜空 也让这些鬼影 现出了真身 这些在夜幕之下的鬼影 看着甚人无比 扑斥 剑光直接涌入了 一条鬼影的身体之内 顿时轰然炸开 这些鬼影虽然都是 法相境九重天的境界 但是明显没有学过武学 都是凭借着本能行事 这样子反倒是好 对付的多了 叶西文立刻就看出了端倪 这些鬼影本身的素质很好 居然都是法相境九重天的境界 但是明显都被残暴和愚昧支配着 换句话说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灵智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在这一条血河上诞生生长的关系 这些鬼影身上都带着浓重的怨气 甚至叶西文怀疑 这些根本就是这些死者的怨气所化 但是好在的是 这些鬼影都不会武功 凭借着本能就来厮杀 虽然他们仅仅凭借着本能就已经非常恐怖 但是在场的都是什么人 可以说 几乎都是各个势力之中的绝顶天才 佼佼者 他们这些人所学的武学 每一项都是惊天动地的武学 传扬出去 都能够引起一片血雨腥风 施展出来的威力也远超同境界的高手 所以虽然在这其中 法相境九重天的高手只有不到一百多人的样子 但是整个阵脚反而稳住了 尤其是发现这些鬼影也会死之后 那些法相境九重天一下的高手也都一个个爆发了起来 大家要撑住 最好将他们全部都给赶下来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这些应该都是这条河里的水鬼 他们这些也只会攻击这条宝船上的乘客 只要我们平安到达了河对岸就没事了 这个时候最先上传的那一个秃头的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开口说道 这个时候 众人望去 果然 远处 还有更多的黑影在集结之中 不过他们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冲过来的意思 似乎是属于不同的群落的样子 不过听到这个话 众人也没有轻松多少 要知道 这条河要度过的话 起码保守估计还要好一段时间的功夫 但是都已经走到了这里了 还上了船 已经退无可退 唯有决死一战了 而叶西文这边 在叶谦谦的带头之下 众人纷纷大开杀戒 众人很快就发现 这些人竟然也不是那么不能对付 起码他们就能对付 这十几条鬼影很快就被屠杀一空 虽然都是法相境九重天的高手 但是这些就好像是路上的杂兵一样 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法相境八重天的高手 起码叶芷兰就凭借着一对天阶法器的峨眉刺 将那些鬼影杀了个片甲不留 叶芷兰的峨眉刺很快就引起了相当多的人的注意 尤其是许多人眼中都露出了几分贪婪的神色 他们来到这宝库之中 可不就是为了寻宝吗 一对天阶法器 他们就算是进了宝库 未必能够找得到的 天阶法器的威力他们也都看到了 原本就算是这些鬼影在不堪 那些法相境八重天的高手 要对付还得节鎮 毕竟他们之间境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但是叶芷兰却能凭借着峨眉刺大杀四方 叶芷芷也注意到了这些人不怀好意的目光 身上也散发出强横的气息 警告这些人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他们还是小看了天阶法器 对于有些人的吸引力了 在众人好不容易将这些上了船的鬼影都 涂漏一空的时候 有一些人不动声色的 已经将叶芯文一行人给包围了起来 小姑娘 你开个架吧 你要什么才能将这一对峨眉刺卖给我们 这个时候 一个垂垂老矣的老者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身上有着几分海水的味道 正是海族之中的高手 这个时候 叶芯文发现 那几尊半部天人镜的高手也都看了过来 心中暗道不好 如果光是这些人还好 但是如果是那些半部天人镜的高手也看上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不可能的 这是我爹爹给我的 我才不会给任何人呢 叶芯兰皱了皱眉头 不满的说道 显然他也看出来了这些人的不怀好意 小姑娘 难道你是瞧不起我吗 只要你肯交出峨眉刺 条件任你开 那个老者依旧是不依不饶的说道 双眸之中的贪婪众人都可以看得到 刚才还是并肩作战的同伴 转眼间 就成了仇敌 这变化之快难以想象 但是这就是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世界 瞧不起你又怎么样 你也一把年纪了 好意思贪图这法宝 叶芯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冷冷的说道 好意思贪图